祝贺斯佳辉在科鲁斯堡拿下了今年世锦赛的第一场正赛 10比9战胜马克维列姆斯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局决胜局 虽然是单杆拿下但是这一杆打得很不容易 总是看到白球好像要调回来了但是又会出问题 给大家讲讲这一盘 因为我觉得对这个台子还是有点不熟悉 然后自己的走位确实没有特别好 但是后面一杆一杆调整回来 也很开心然后也顶住压力了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你刚才说前面打得很胶着 但后面就是你在领先的时候遭到了对手很疯狂的反击是吧 是的 因为他后面的准度特别吓人 不愧是世界上最准的男人 所以当时觉得被翻盘了感觉 也不会想说很可惜 因为对手确实打得很不错 所以当时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决定 战胜的这位对手真的 我觉得比赛结束之后你也会充满很多的敬意 在最后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大的压力 打进那么多精彩的长台 关键球是不是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吧 确实 但是他是一个进攻型选手 而且这一场整体表现下来 他确实比我更拼一点 但是我现在不会往进攻方面走 我希望我防守方面会更好一点 所以不会这么鲁莽现在打球 所以没有 怎么说就自己心态比之前会好很多 这比赛的防守方面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机会 可以说完成了任务 有点超出我们的希望这场获胜 跟去年相比 你可能是想要在这再证明一下自己 已经没有这种压力了 跟去年的感觉还是稍稍有点不太一样 去年是真的一点压力没有 但是今年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压力 觉得自己不能打得说特别差 然后大家会觉得你四枪拳手 你打成这么样子 然后可能会有这种顾虑吧 所以现在会比去年不一样一点 直接展望一下下一场吧 25局13胜的比赛对你来说也不陌生 但是对手杰克琼斯呢 世界排名比你低很多 在第44位 他去年在这也打出了很好的成绩 如果能战胜他的话 有可能会迎来你非常想要的 跟特鲁木普的再一次对决 怎么去看待这样一场比赛 因为对手也是战胜了张安达嘛 我看了那场比赛其实打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说一定要赢了 对想对小特啊什么 就是打后每一个球 不给自己太大压力享受比赛 你刚才提到了在资格赛里面 你可是很接近输球 所以说有一种每赢一场 都像是一种额外收获的感觉是吧 所以可以打得很轻松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一场比赛超分追回来 然后逆转比赛 当时感觉已经就是减了一局比赛 所以后面不会有太大压力给自己 祝下一场好业 好 谢谢 加油 好 谢谢大家